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义政经营 我们今天继续带来黄金百银原油的晚盘交易指南 那么今天是2024年的4月2号 那我们的节目呢在清明的假期呢是停更的啊 大家有虚落的话可以加我们的会员 我们会员呢会在假期之间呢正常的推送这个策略 下面看一下今天有哪些重要的数据 那么今天晚上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数据 在晚上的22点呢会有美国的一个职位空缺的数据 那么这个职位空缺呢美人储也是比较关注的 还有iPhone的工厂订单月率啊 工厂订单月率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市场的预测是1% 1%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的经济呢在逐步的回卵 美国的经济逐步的回卵站稳甚至有复苏 那么就意味着美联储很可能会降息 降息的这个货币出来 那么所以这个降息的预期呢会因为这些数据而大幅的去加强 从而推动这个黄金一个上涨 观众的数据我们看一下今天有哪些基本面值得我们关注 我们看第一点啊那就是关于原油啊 原油很多朋友现在也在想会不会涨 还能不能涨会涨到什么位置 那么目前呢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 原油呢在近期啊已经出来的7个大力多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就是伊朗驻叙利亚一个领馆呢被炸 以色列的对伊朗驻叙利亚的一个大使馆领事处啊 大楼空袭造成7名伊朗军事人员伤亡啊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但是可以说是一个越界的事情 因为临时管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的 对吧你这个以色列都把它给炸了 那这个问题就很大 所以呢市场有理由啊去推算 未来这个中东的冲突呢会再度的升级 这个伊朗呢必然而然不会散罢甘休 只是说什么时候发作怎么发作 用什么渠道发作啊 这个还推算不了而已啊 那你说大面积这种发动战争会不会呢 应该不太会啊 那么伊朗啊现在呢那么伊朗现在核心策略是什么是扶着代理人的方式 这种方式是最稳妥的 第二点呢墨西哥计划限制原油出口 墨西哥国有石油公司目前正在计划未来几个月内停止部分原油的一个出口 为什么呢 它为了6月2号该国总统大选前提高国内的汽油和柴油的一个产量 这也是一个利多的消息 第三点就是美国的制造业啊 PMI重回扩张区域 另外一点是中国的两大制造业PMI的指标也超预期 上面这个美国中国全球的这个经济复苏啊 有抬头的迹象 甚至已经在数据上呢显现出来 那么经济复苏也就意味着对原油的需求啊 从需求端方面呢 是有明显复苏势头的 而且现在各国为了去规避未来很可能发生的大规模的这种冲突 都在不断的去储备这个战略级别的石油 所以呢买方为主的这个原油市场啊 现在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第四点就是俄罗斯的炼油厂了 不断的预袭啊 之前美国已经警告了乌克兰啊 不能再去炸这个俄罗斯的炼油厂了 对吧 不能再干这种事情 但是我们看到泽连斯基怎么说的 泽连斯基说美国对此的反应并不是很积极 但华盛顿无法限制乌克兰动用自己制造的武器 我们使用了自己的无人机 那么这种言论呢 就表明乌克兰呢 不会因为你美国说几句话 而停止这样一个动作 但是美国的警告是不是真的 是做表明文章 我们不得知 泽连斯基这么硬气来说 这个美国啊 做表明文章的概率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也给这个石油市场呢 增加了一个潜在的利多消息 第五点就是美国呢 将会恢复啊 对委内瑞拉的一个能源制裁 那么这个委内瑞拉的原油产量呢 在今年二月份达到了82万桶 一月份呢为80万桶 制裁是在本月开始重新生效 让这个原油出口啊 减少30万桶 或者更高的一个数量的时候 那么这个消息本身就是对原油是一个利多 而且请注意哦 这个制裁不是一周两天三天 对吧 是一直制裁 直到你美国宣布暂停制裁 所以这个时间节点是很长的 也就是说未来几个月 委内瑞拉的原油产量都会因为制裁而大幅的下降 第六点就是欧佩克加呢 本周啊 将会召开会议 并且在这个会议里面 大概率就是会维持现场的一个措施 因为之前已经宣布过嘛 对吧 六月份之前都会维持现场 所以这次的会议 大概率也不会发生改变 甚至可能会报一些言论出来 这言论一旦出来的话 对于原油也是一个潜在的刺激 最后一点就是华尔街的动作 对冲基金啊 积极加码原油的多仓 在我们的节目之前已经分享过 对吧 通过期权期货合约上呢 近买入了相当1.4亿桶的一个使用 所以这个原油市场呢 目前去看整体而言啊 第一个 美国呢 现在是原油产能世界第一 所以美国呢 他有意愿是推动这个油价上涨 而欧佩克呢 现在也有意啊 让这个油价保持高位 我宁可不生产 也要顶住这个油价 所以很可能是不谋而合 目前啊 美国的汽油价格不在上涨吗 那么这个上涨 一旦发现在未来啊 对美国的这个通胀 没有很大的影响的话 那么这个美国就没有意愿 也没有动力去打压这个使用啊 会拼命的去卖这个原油 因为他债务问题还是比较高的 当然这些消息呢 是一个潜在的 或者说是一个大的趋势 跟你的日内交易啊 没关系 日内交易有涨有跌 你不能闭着眼睛去买 对吧 你要找一些逢低的机会 找一些关键的支撑位呢 去做一个布局 这种会好一点 第二点关系是这个日元啊 目前呢 华尔街或说重大交易员呢 开始准备啊 狙击这个日元 怎么去狙击呢 那就是赌这个日本呢 会干预外汇市场 为什么呢 你看到这个日元的图 前期这个日元啊 到150的时候 日本亚航是出手了 对吧 2022年的9月和10月份 日本财务省在三次干预行动中 总计支出了9万亿日元啊 约合590亿美元啊 在第一次的干预行动中 与当天的低点相比呢 日元的汇率是大幅的下降 你看这个日元周旋图 前两次都是暴跌的 目前的市场预测呢 一旦它出手干预的话 会有500点的一个暴跌 500点再加上外汇市场 加上杠杆的话 这个盈利是非常非常暴力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 现在日本呢 基本上已经成为一个名牌 你就是说未来你日本的货币政策 你的财政政策 你怎么走 怎么去做 在什么位置 你要去出手 做什么事情 基本上已经被市场给摸透了 恰恰是这种名牌啊 我们认为这个日本呢 很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 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不做 让这个资金的耐心 或者这种躁动呢 随着市场的一个波动呢 反反复复了 失去耐心 再来最后一击 也很有这种可能啊 所以这个日元呢 大家可以多了关注啊 一旦真的有干预这个日元啊 你可以注意一下 会有一个大幅的下跌的机会 那么这里可以等这个消息 至少看到一些传闻都好 目前呢还没有传闻 只是大家明确的去赌这个事情而已 就等这个传闻消息人士出来 第二点 我们看一下这个美债危机呢 很有可能啊 一触即发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讲了啊 在我们的节目里面 我们看到的文章里面 不下十次啊 讲这个美国债务呢 大家都在拼命的说 这个美债了不行了 不行了 太多了 太高了 随时可能崩掉啊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 蓬勃经济啊 进行了一百万次模拟 以评估债务前景的脆弱性 结果显示呢 在80%的模拟当中呢 债务与GDP之比 处于不可持续的道路上 即未来十年内呢 将出现上升 最终可能演变成一场危机 或许是美国主权先用评级 被下调 引发美国国债市场呢 无序的崩溃 或者是联邦医疗保险 或者社会保障基金信托 耗尽引发恐慌 才会迫使啊 正式制定制 采取行动 那么对于美国而言 他为什么现在不慌呢 美国的现在借债的速度 可以说是翻倍的增加 那对于美国来说呢 其实他并不慌啊 第一个 美元还是一个储备货币的地位 虽然说现在俄罗斯啊 给了一个榜样啊 就是我失去美元 或者说我大面积减少这个美元呢 不会影响整的一个发展 对吧 但是其他国家还做不到 并且这个美国呢 其实早就在这方面做布局和预防 但是呢 他们的方式啊 是掌控全球 搞乱这个金融市场 搞乱整个世界 转移风险 改变矛盾的方向 为主体啊 而不是改善债务和刺激 经济的一个发展 那么现在就看这个美国这种步骤呢 能不能成功而已 所以现在说美国的债务危机崩溃 或者说美国崩溃啊 还为时过早 以目前去看呢 市场的预测 你看蓬勃经济的模拟呢 他没有给出一个时间 给了一个时间的一个周期 大概是十年 所以这个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啊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基本面 还没有关注我们 议政经营朋友 点点关注 关注议政经营 黄金百元投资 不迷路 他们进行技术分析 我们用K线法的交系统呢 给大家去做一个解盘 那么最近很多朋友啊 是刚入门的 看到这个黄金涨了 也想去做黄金 比如说你是长期 关注我们的节目的 那么相信呢 我们的一个分析 或者说我们一致的陪伴呢 是值得你去做一个信任的 如果说你做入门啊 最好找一个 信得过的领路人啊 相信我们呢 是你最好的一个选择 所以你想做 想入门啊 想去了解这个行业 想去比较稳健的 去进入这个行业的话 欢迎大家来我们这边开户 来我们这边去做交易 叫我们的会员 让我们一步一步的 引导你在这个市场的 正确的成长 我们看这是一个苹果 苹果之前我们讲过 会继续的看跌 在看跌的时候呢 节目大概是在178左右 对吧 如果那个时候 你已经开户 做了这个苹果 苹果呢 现在已经跌到了170 基本上已经有 几块钱的一个空间 那为了这个苹果呢 现在这个平台里面啊 即将很可能破位 一旦破位呢 我们目标不变啊 在143和138之间 首先我们看这个原油啊 原油在设计图里面呢 根据我们的法则啊 我们看涨到 86.58和86.7 这个价格区间 这个位置是我们 法则的一个目标 而目前呢 它的多分界是在 84.13这个价格 所以这个原油 目前我们会建议大家 继续的看涨为主 如果说非要去做空 或者想去做空的话 你可以考虑啊 86.5附近呢 才去参与 那目前呢 你可以以这个多分界 做一个止损呢 就是84.13啊 84.1做一个止损呢 从地买涨 那这个原油 要不要去追多呢 在神物图里面呢 根据我们的法则啊 上方的阻力是在 85.44 也就是美盘之前的 这个位置很可能就是一个 呃 明显的一个阻力位 追的话 你的盈利空间不是很大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 是回调买涨 那回调价格在什么位置呢 84.78和84.5之间呢 是一个比较好的 做多一个点位 也就是说这个止损 放在84.1啊 可能会比较大 没办法 现在行情波动比较大 止损放大一点 一旦我们买进去以后 它真的涨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会把这个止损 迅速往上调 降低啊 这个风险 所以初始止损放大一点 没有关系 但是后续行情 一旦符合我们的方向 符合我们的预期了 我们就要把这个止损呢 往上调 像我们看下黄金啊 黄金呢 在神物图里面 根据我们的法则 我们会看涨到 2273和2270 这两个价格 是今晚上的一个目标 目前它已经破了一个 比较重要的支撑位啊 就是这个2259和2260 这个关键的价格 那它目前的东风险是在 2255 所以今晚上的黄金呢 也比较简单啊 你想要去看回调啊 就是这种短空的 那建议在2270以上呢 再考虑 目前呢 这个2255和2253呢 是一个比较好的止损区间啊 以这个区间做一个止损呢 可以逢低买入 如果说你等不及啊 觉得它还会涨啊 那么259呢 是它的一个突破价格啊 这个价格也可以适当去参与啊 买涨 所以就比较简单啊 黄金的回调啊 去买涨为主 那么追单的话 现在不是时候啊 要追的话 要在8点半以后啊 看看这个行情 或者8点钟开始 去看这个市场 能不能去参与这个多单 总体而言呢 还是以买涨为主啊 但是也要严格设置损 所有的行情都不是100%的 在严格设置损的情况之下 去消业 去顺势而为 问题不是很大 下面我看一下白银啊 白银呢 在社会图里面 根据我们的法则 我们看涨到26 这个整数关口 基本上参与到26和25.91 这个区间 那目前呢 它的突破价格 是在25.46这个价格 那么这个位置呢 是可以去做多的 所以这个白银呢 我们会看涨到26附近 26附近呢 我们认为可以去参与做短空 不是这种长空 是短空啊 有个回调啊 做一个小波段的回调 然后再买涨 这种可以 而下方的支撑呢 可以注意一下 25.46附近呢 买涨 那么止损呢 要放在25.29这个价格 所以这个白银呢 在25.29 做一个止损 逢低买涨为主会比较好 那么现在要不去追呢 因为已经到了前期 一个高点附近 所以不太建议大家去追啊 有的时候 有的行情 没有做到 没有关系 错过就错过嘛 未来机会很大 每天都有行情 你完全可以放心啊 也不要觉得现在错失的行情 很可惜啊 不存在的 我们再强调一点 就是所谓在市场里面赚钱 是赚到你技术 能够让你赚到的钱 就已经足够了 千万不要去幻想 那一些你很可能会赚到的钱 所以我们看这个美元啊 美元的近期和黄金一样 是同涨同跌 那么现在美元已经突破了我们的法则啊 在涉图里面 曾经的法则已经破掉了 就是1490这个价格已经破掉了 所以未来这个美元呢 我们会继续的看涨 理论上呢 跟你们法则会涨到107.34和106.93这个区间 是美元的一个目标 那目前的美元比较关键的一个支撑位是在104.56这个价格 所以你可以以这个104.56做一个止损呢 逢低买涨 逢低买涨 而104.8 104.9是一个突破价格 回到这个突破价格内部啊 再去布局会好一点 目前这个美元呢 根据我们的法则啊 最好的一个买涨价格有两个 第一个是104.89 第二个是104.79 虽然我比较建议在104.7附近啊 你再考虑去买涨这个美元会好一点 好 以上就是K线法则带来的解盘信息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和 感谢大家观看 记得点赞加关注 发表你的评论啊 投资有风险入市虚景胜 我们下一期再见